我们最开始对助力车的期待也是像单车一样的 这种投放规模去满足所有人去消灭掉 个人不要再去买这种电瓶这种情况 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是实现不了的 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助力车它的成本会比单车更贵 而且它的运营模式不一样 助力车理想情况下是让它自我循环自我运转没有人干预的 但是助力车它需要那个电池是需要每天去更换的 所以它线下的运营会更重 共享助力车实际上是有点像公交车或者出租车在某些场景下的替代 它能满足用户的一些出行需求 但是它不能让用户便利到可以不需要再买一个电瓶车 我觉得做不到的 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 就是说不是以这种共享每次租的方式 那我们其实是就看到了在背后更大的市场 这种标准化的过程其实在电瓶车行业其实还是没用 而且也没有联网 很多厂家它可能一年卖几百万车 但出去之后用户就割裂了 就没有联系 等等等等 我们感觉这个行业有点像 像iPhone出现之前的手机是 那样功能计一样的 就量很大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亚中端 对 然后所以现在我们觉得这个事情 实际上背后有比较大市场 包括用户使用电瓶车最大的一定通点就是电池充电 其实这些都是有解决方案的比如说像为这个电瓶车换电 其实最早是给外卖的骑手给他们换电 特殊人群 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很风口的一个小行业了吧 就是还不那么大 但是已经很多很多的创业公司在里面在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我为他提供这个电瓶车的长期的租赁 而且这里面是我的出去的车可能都是标准化的 是统一的控制系统 而且是实时连网在线的 可以实时管理的 可能我们出去的车都是没有钥匙的 就是完全通过这种APP来操作 还有我会提供这种电池的服务 OK